来看看我在2021年3月17号在百年珠宝银楼 就这一家百年珠宝银楼台南市西门路二段 二段二二一号 这一家所购买的金链子 在这里 你看这个包装盒多么好看啊 哇你看 这个包装盒应该是人家要结婚的时候用的吧 所以那这个才会是一个喜字有没有 这是一个喜字 但我又不是要结婚 他怎么用这个盒子给我那也没有关系 因为很漂亮 把它打开了 这好像有磁铁 就是这一条 这个是分开买的 五两四浅的麻花还有方块链 这个方块 然后麻花 然后又方块 又麻花又方块 这个工啊 这个工啊 一看就知道说 相当的不简单 因为你看 他要卷麻花 而且不能卷太长 他只能卷短短的 然后就要再接一个方块 然后再卷一小段 然后再卷一小段麻花 再接一个方块 这样啊 这样的工序就相当的麻烦 所以说虽然 昨天一两斤价 那17号 昨天啊 今天是18号嘛 昨天一两斤价是 六万一千五百多 那如果你是五两四里 大概是三十万八千 但是这一条的工钱 就要五万多台币 所以这一条就总共三十五万八千 差不多三十六万 然后我又另外买了这一块 观世音菩萨的金牌 这一块金牌啊 也就是吸引我进入这家店的原因 本来我是带着 一百多万现金 要去好市多买金条 但是因为我看到这个 观世音菩萨呢 这个曾经在我梦里面出现过嘛 我以前 我应该也有在我的 YouTube上有花表 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观世音菩萨 这个在两块金龟的背部 看起来就跟这个完全一模一样 两块 两块总共有四块金龟 那其中两块上面都有观世音菩萨 另外两块没有 这个是分别买的 这个这个万世音菩萨金牌呢 它是六千多 因为它是空心的 所以不到一两 其实只有六千多 你看背后还有颗金纹哦 做工也是很精细 这个万世音菩萨呢 是要加四万五千多 所以说四万五千多加三十五万 这个这样差不多三十九万多 差不多四十万 我们来看看它 它里面呢 它好像把那些数据啊 都放在这里面啊 它在写什么 这个是它 它把明细写在这里 3月17号练练重量5004啦 也就是五两四离 工资呢 工资三十九 三万九千八百八十 工资是三万九千八百八十 它说有给我打折啦 工资有打折 工资本来是五万多 工资本来是五万多 后来有给我打折 本来是没有打折啦 那后来 后来我又去 我结账完了 我回去之后 我又折返 然后我又折返回来 他就给我打折了 然后最值六五六 应该是那个 如观世音像啊 六千六千五分六礼啦 工资呢 是六千九百九十 哇 那个观世音菩萨 那个工资呢 也就是师父的 要付给那个 黄金雕刻师的 工资啊 是六千九百九 差不多七千 我觉得应该的 因为那个观世音 真的刻得很漂亮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啊等一下再看 而且他背面还有经文 所以工资啊 超七千块也是应该的 好那这样总共 这三十八位现在到四十位左右 那请大家今天的这个内容非常的难 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个非常厉害 在电商圈非常厉害的一个来宾来到现场 总共是 总重啦吼 五两 五两六千六分啦 然后乘以 五九五零 这 这不知道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 乘以五九五零 大家对于创业 加吧 应该是加啦 那首先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咦还是乘 看不大懂 好不管啦 Go 383640 35500 28640 这是什么意思 各十百千万 两万八千 这应该是打折的吧 他给我打折吧 我再来看看 看不大懂 这里 百年珠宝 我看看 啊 这个就是保证书啦 保证书 这一个 这是我看到来宾 他这里写 五 六 六千五分六 六礼啦 就是那个 观世音菩萨的保证书 好 那还有另外一个 保证书 看完了 还有他的折扣 他好像 这应该是 他总共给我的折扣吧 总共便宜我 28640 所以 本来应该是39万多 后来就又扣了 28000回来 所以总共大概就是 37万多吧 应该是这样啊 不过那个是我本来 我本来是没有好像他没有给我折扣 然后 我已经快要回到家了 我在想说 哎呦 好像很贵 因为我忘记问那个工资是多少 我给他算说 哎 一两是 六万一 那 那五两多 不是三十万多而已吗 为什么他跟我说 三十五万多呢 我就在那边想 然后我就在想说 会不会是他算错了 所以我就又折返 折返了以后 那位男的 一位男的店员 他就说 哦 那个是 五万多是工资啊 我说 哦 工资有那么贵哦 工资就要五万多啊 可以买 买 买那个 机车了呢 哦 然后他就说 好吧 不然我给你打折好了 哇 那刚刚就是打折的 打折了 有两 两万八 哦 你看 这个摸起来很有厚实感 但是 我最喜欢的是什么 是他这个 空心的 哦 然后你看这个空心的 哦 有那个声音 有没有 你们知道这个在命理上叫做什么吗 这个命理上叫做金空折皿啊 金空折皿 哦 譬如说啦 你的紫围斗树 你在那个 假如你的财博工 在 深工好了 深 深 是属于金嘛 深 直丑一卯成是五位 深有虚害那个深 深是属于金 然后 你的财博工在深工 在也就是属于金的工 然后呢 说巧不巧 竟然有六煞星之一的地空 地空在你的财博工 哦 那你一定会认为说啊 糟糕了 那我这一生 财博工被地空所所破啊 一生呢 钱财都是空空如也啊 你如果这样想你就错了 因为这个有一个格局 就叫做金空哲敏啊 你看哦 这一块 万世音菩萨的火牌 就是金空哲敏 最好的解释 所谓金空哲敏 就是 这个 财博工在深工 然后 有地空 地空是不是 会把一切化为空 当他把一切都化为空的话 就会痞疾太来 也就是 会一名金人啊 所以你如果财博工 在深工或有工 这种属于金 属于金的 木火土金水的金 属于金的这个性质的工位的话 然后有地空 那这样的人呢 他的发财方式 通常都是什么 都是 穷到 穷到不能再穷了 穷到只剩下最后一块钱 甚至穷到说 他已经决定要去死了 就在那个 他决定去死 完全绝望的那一刻 这个 金空责民 突然间 他的命运 就 翻转了 这个就是金空责民啊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金空责民 因为 抱歉啊 各位 本人啊 本人就是 本人 本人的财博工 就是金空责民的格许 就是我的财 财博工呢 紫威天府 你看超强的吧 抱歉啊 紫威天府在财博工 哦 超强哦 很强 很用 抱歉 他有一个地空啊 有一个地空啊 所以说 我 其实在还没有发财之前 是穷到 穷到呢 这个我以前也说过了 我穷到说只剩下一块钱 穷到都没饭吃呢 穷到说 准备要烧炭自杀 就这样了解 而且 被 所有亲戚朋友 抛弃断绝关系 说 你千万不要来借钱 你如果来借钱啊 就把你赶出去 你这个王八蛋 这个倒霉鬼 已经穷到这种走投无路的时候呢 金空折民啊 你看 看到没有 金空折民 爆发户 突然间爆发 而且 不来则宇啊 不来则宇哦 金空折民的情况是怎样 不来则宇 一来呢 一来就是 八位数 九位数这样 多到让你哦 不晓得要怎么办啊 这个叫做金空折民啊 我实在太佩服了 古时候的人怎么 对命理呢 能够如此之透析啊 金空折民啊 你看你看 就因为你看 他这个 里面是空心的嘛 所以 他才能够有这个响 才会有响的声音啊 这个就是金空折民的道理 这一块佛牌可以说就是地空啊 金空折民 所以我把金空折民挂在我的脖子上呢 这样会带来什么 带来说 只要他 只要他一鸣叫呢 钱财就进来了 这样知道吗 金空折民 你要让他常常鸣啊 你要让他常常鸣叫啊 听到没有 只要他鸣叫呢 踩就来了 好 谢谢收看